欢迎收看公仔书与卡通片,我是封治海 公仔书与卡通片这个节目出了这么多集,讲过不同类型的动画 而这么久以来听到很多意见,都听到很多观众,经常都想说这个节目 甚至这个台,可不可以说说女儿? 那么今次本人这条片,除了回应部分观众的意见之外 亦都应大家要求,出一套很多女儿的作品 EF这一套07年的旧作,作为一套改片的旧作 认识的人可能都会知道,原来EF的原作 甚至跟今天动画界大名鼎鼎的新海城导演有关? 想知道有什么关系? 以及本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讲到没有人关心的旧作呢? 那都要看下去了,照舊口宣传一下我们的台先啦 本应是这样的,但大家都习惯了会飞这10秒,所以不说了 总之我们如无意外星期六都会开台讲时事 有兴趣就进来看看,没空就回看replay啦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EF A Tale of Memories Melodies 是一套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 由动画公司Shaft改编至Minorly 在2006年和2008年分两部推出的美少女游戏改编的动画 没错啦,无论是原作还是动画,距离至今都超过10年了 本人还记得这套当年两季都是跟高达德波奥同贵的 所以还记得Hero者当时也有出过恶搞的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啦 时至今天看回这套,本人仍然觉得跟德波奥一样 是一套相当值得一看的介作 而本人在讲剧情之前,理所当然都要再强调一下本片的内容 都是本人的主观和偏见写成的啦 但除此之外,还有几样东西要说 首先,本人是没有玩过原作游戏的 本片一切内容以动画版为标准 其次,本片一切看法都只是本人的一种诠释 并不是真理,大家当看看就算啦 最后剧情相关的内容会涉及剧头 但基于本作的性质,本人这次有些位可能都不会说到那么足够了 那么就立即开始剧情简介 啊, it's rewind time 这套作品的剧情如果要用一句说话去概括的话 可以说是关于一群受过去或者现在束缚着的人重新站起来的故事 亦都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幸福轮回 以达至奇迹出现的故事 其实本人细心点去想 会发现其实剧情情节是很简单的 但是剧本的编排和演出手法比较复杂 所以本人就用自己消化后得来的方法去讲啦 本作作为一套拥有两个主要舞台和五对男女主角的群像剧 每个角色的故事都很重要 所以全部都讲下啦 第一季讲的是一个叫阴雨的小镇 因为圣诞节而解后的三对年轻人 广影是一个现役的漫画家高中身 但是因为同时兼顾几样东西 令到他开始走入樽颈 在圣诞节当晚 本身约了青梅竹马的新藤景和他朋友瑞希开圣诞派对 但是就在街上遇到一个追紧的少女公子 不打不葬就陪了他一晚 另一方面一个热爱摄影的青年经界 在同一晚看到跑过的景就对他产生了兴趣 想找景做他下套作品的女主角 公子因为父母离婚家庭破碎 所以习惯了自己一个人 而广影亦因为执意要做漫画家 所以习惯了自己一个人 所以他们相遇之后都开始重视对方 但随着角色的关系发展 原来景都是喜欢广影的 一个N角恋的故事就此开始啦 明明是我离先的景 见到就很不安 开始耍手段破坏他们两人的关系 而广影他面对人际关系和学业 和事业的选择开始迷茫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想放弃任何一边 幽游寡断的人 而在每个角色迷茫的时候 一个神秘女角 幽子 就会出来引导每个角色 他们真心想做的事 广影最后下定了决心 不再逃避他面对的选项 做出选择 那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就自己去看看 而在另一个舞台 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年治 在一个荒废的车站月台 遇见一个少女千尋 后来只要千尋原来的记忆障碍 只可以记得13个小时的东西 所以大小事项都要用笔记记低 而千尋的监护人火村 叫莲子放弃啦 但是他坚持要跟千尋一起 千尋说想写小说 那就两个人一起试试写小说 但是即使千尋尋试每日看日记 去避免记忆彻底重置 但是即使得到资讯 对他来说 每日都是完全新的经历 而每日面对千尋的莲子 更加感觉到陌生和疏离 甚至这样下去 两个人都会不幸的千尋 都决定下定决心的行动 之后发生什么事就大家自己去看看 第二季说到之前出过场的瑞熙原来是莲子的亲戚 而莲子的鄰居狗乃是一个小提琴家 瑞熙不知为什么就迷戀上了一个看下轻浮的大叔狗乃 狗乃出生有钱仔 艺术事业又成功 是典型的人生胜利组 但是原来狗乃身患绝症 随时都会死 为了不想死得有牵挂 所以想将一切人际关系拒之门外 而火村原来也是狗乃多年的朋友 说到旧时 就当然要回忆他们当年年轻的事 而第二季就是围绕着水溪 愚害带狗乃走出面对死亡的恐惧 以及回忆火村的往事 火村小时因为地震失去自身 而在孤儿院认识了一个叫幽子的女孩 后来他们在高中相认 幽子被美术老师羽公收养 而幽子接近火村的目的 居然是想对火村当年不要他这件事的报复 随着真相慢慢被发掘 火村陷入了自责和内疚 但是幸好随着羽公的死 火村和幽子终于过上一段幸福的日子 之后发生什么事又交给大家自己去看看 最后回到现代火村被告知有人见到幽子 就回到故事开头他们两个在教堂相遇过一幕 看完剧情 可能会有观众觉得本人讲得不清晰 但这一层都没办法 因为一来这部作品对剧情的编排比较乱 以来就是EF这部作品 其实比起就这样讲故事 更加着重于利用画面去呈现各种细节 来提供资讯 关于画面的运用和表现手法就留在下一部再讲 这里就讲回剧情感想 正如本人剧情简介在最初所讲 其实剧情讲的不是什么好深奥的大道理 而且剧情铺排比较松散 第一次看可能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这种多线同时进行的手法都有他的好处 EF透过多线互相穿插的方法 来令观众产生疑问 又是之后巧妙地将人物的关系串联在一起 带出真正的主线 令观众了解回故事的全貌 有一种仿然大悟的感觉 不过就只限于能够从头看到到尾的观众 而这部作品在故事上都有他独到的地方 就是他选择了讲一些令人自己思考的题材 首先就是第一季中千尋的失忆 其实失忆是有分信行性失忆和逆行性失忆 信行性失忆指的是患者失忆前的记忆不受影响 但是失忆后没办法再建立新的记忆 而逆行性失忆就是比较常在电视电影看到那种 就是患者收入失忆前的记忆 但之后还可以建立新的记忆 而作品中也带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既然我明天都会忘记昨天的东西 对每一样东西都好像第一次见 那明天的我和昨天的我 是不是还是同一个人呢? 究竟什么才是自我呢? 这个关于个人同一性的问题 本人打算在这里很简单 好简单? 那说一下吧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 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是同一个人呢? 首先不算香港这些经常打到昨日的我的政治人物 这个就不是仁仪上学可以解释的问题 但是人的同一性呢 就是仁仁上学常会讨论的问题 人的同一性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说法 本人会用好淺好淺的思想实验 带大家看看吧 首先就是二元论的支持者会认为 人是分了肉体和灵魂 而比起会腐败的肉体 不灭的灵魂 才是确立自我的关键 所以如果根据这个理论 只要一个人一直有同一个灵魂 那这个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都是同一个人 非常简单 当然啦 灵魂这一件事我们无法经验得到 究竟存不存在都更好具争意性 所以用灵魂来定义自我同一性的话 似乎不是一个有力的方法 既然不用灵魂 那就用身体咯 很简单易明 只要同一个人一直都同一个身体 那一定是同一个人啦 但是用身体作为标准的话 那如果身体不再完整的话 那你还是不是之前的你呢 就好像Jojo第三步的Dio 当他将自己的头移植了去Jojo身体的时候 从物理上来看 他现在有九成Jojo一成Dio 如果用身体理论去解释一个人的同一性的话 那他现在究竟是Dio还是Jojo呢 当然方木答了你 他依然都是Dio 所以似乎都不能单用身体定义一个人的同一性 那既然这样说 用同一个脑呢 现代医学指出脑部是作为身体的主宰 如果是用同一个脑去定义 是不是同一个人的话 应该可以了吧 好像Dio那样 那如果今次有一个 类似普其神父的替身使者在场 他的替身白蛇 分别打中了成太郎和Dio 拿出他们的记忆Disk和替身Disk 因为他拥有完整的Dio的记忆 而没有成太郎本身的记忆 Dio身体那边都是一样 只是有成太郎的记忆 两个都没有替身因为被抽走了 而这个时候 Dio和成太郎的脑部 都是原先他们自己的脑部没有换过 但是人格交换了 你又会怎样分他们两个呢? 这样看似乎单靠用脑部去定义 都没有办法解释一个人的同一性 是不是代表有一些东西是外于身体 例如人格、记忆、信念这些东西 才是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最重要元素呢?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好了 回到EF EF就比较像是经向用人格理论 包括记忆这些东西去定义一个人的同一性 当然人格理论、记忆理论都会受到批评和挑战 不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再说下去说的都不会完 大家相信哪个理论就自己判断了 而千尋这个案件就像一部每13个小时 就会自动写一次机的电脑 他无法透过记录经验去建立自身的人格 即使透过看日记都无法确保 自己今日的认知和昨天一样 而最惨的其实是莲智 即使每天见着同一个人 但都无法肯定自己每天都跟同一个人相处 当中感受到的无力和疏离感 都是这套作品里面有描写的东西 可以说是选了一个相当有趣的题目 而另一个本人觉得在EF里面选得很有趣的题目 就是人物的心理行为 最突出的就是第二季的羽公明良 看到故事后期我们得知羽公 是因为十年前的地震失去自己的亲人 而令他踏上成魔之路 而我们见到他在幽子出走之后 曾经指责过火村 为何当年不和你自己的妹妹一起死 而是选择狗斜偷生 他回到家时见到幽子 好像他以前死了的妹妹 但偏偏死的是他的亲人 而不是眼前的代替品 所以他很讨厌他就独打他 但打完他就送了一把刀给他 而幽子又认为是火村害了他 而想向他报复 究竟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样就要说到佛洛伊德所说的心理防卫机制 佛洛伊德在他心理学理论里面 指出人在面对压力或焦虑时 会潜意识地做出一些反应 去消解自己的焦虑 如果这个时候有观众问本人 为什么又不说得再详细一点 为什么又不从自我本我超我讲起的话 都是代表你暴露了自己 没有看过米家说Red Dead Redemption 的事实了 先说个故事吧 本人就用上面的例子尝试去演绎一下 事先声明 本人不是专家 如果本人有用错例子的话 可以在下面指教一下 先看第一个例子 余公指责火村 为什么当年不和自己一起死而苟且偷生 其实这句话正正是余公和自己说 这句对白其实是一句很关键的说话 其实正正就是余公内心告白 他见到和自己背景相近的人 见到火村就好像见到一块镜子看着自己 所以他很讨厌火村就指责他 这种心理称之为投射 投射主要说的是人面对焦虑时 将自己都不想承认的欲望或负面情绪 强加于他人身上继而进行指责 有点类似刹哭捉刹的feel 所以在这里余公真正真恨的是他自己 但他这里选择了将自己的自责 内疚和软弱 投射在一个和自己有相似背景的火村里 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 另一个例子就是余公几年来对优子的虐待 是因为他发现了无论对优子的虐待 他始终都是代替品 无论现在再做些什么 都无法消除他自己 当年无法救到亲人的内疚 受不住这种自责和绝望的他 终于转化成为对优子的仇恨 这其实都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 叫转移 displacement 转移指的是 人将原先对特定对象的感情 因为有时无法即时宣泄 而转移到一些对自己比较无害的对象身上 这个情况就是余公一直被十年前的地震带来的悲剧所折磨 所以他选择了将情绪转移到优子上 以减轻自己的焦虑 而之后他又送了一把刀给优子 让他决定用不用来杀死自己 这里又是另一个心理 抵消Undoing 抵消很简单就是知道自己做错一些事之后 尝试为对象做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去补偿自己的过错 那当然都是无补于事 但是往往这样做会令心理好过一些 最后其实就是优子想对火村的报复 其实都是一种转移 将自己的不幸怪罪于火村小时候不留住自己 是一种借题发挥 去制作替罪羔羊令自己心理好过一些 所以看得出其实这套作品 在剧情上最大的优点或者最大的看头 就是选择一些有发挥空间的题材 而出来的效果都是不错的 这套作品在人物心理的描写上的偏重 可以说是动画之中比较少见 也不会因为重点在描写细微的角色心理而放弃了大果 仲观全套作品都会感受到 剧本巧妙地将这么多人物互相串联在一起 甚至影响到之后的故事发展 带出真主线 最终达至一个轮回的感觉 当观众看到最后 了解故事全观之后 更加感受到这套作品的有趣之处 当然了 不喜欢的话都可以说是强行串联 看你怎样看 不过当然了 缺点都是有的 首先就是虽然人物心理描写在这套作品的强项之一 但反而令到这套作品的节奏成为了弱点 作为一套以爱情为主族的作品来说 角色的感情进展实在太快了 几乎都是以一见钟情的吸数 令到本人觉得其实看这些角色如何摆脱背负的过去或包袱 比起感情线更加有看头 这方面可能都是因为改篇动画的通病 在庞大的剧本中取写 是比较难拿到一个好的平衡 其次就是有部份角色的行为都有点问题 很多时都会出现了角色过份自责 明明有时的东西不用这么矫情 但偏偏要这么矫情 年轻时期的火村就最明显了 大哥啊 你是不是真的因为自己几岁小孩时的事而自责 没有人家说什么你就相信这么傻子了 不是个个都好像火影过游 九岁就好像火影那样思考的 最后就是如果用10年后的今天去看这部作品 难免会觉得有点老土 有种韩剧感 为什么啊 因为它有齐韩剧三宝 新益夺症车祸啊 虽然本人不清楚10年前有没有这个概念 但今天看就难免会有这种感觉 讲完剧情 就想讲一下画面方面 众所周知 这部作品是出自Sharp 而Sharp最出名就是莫过于新房超知 和他个人强烈的风格 如果不懂新房就自己查一下 不再在这里多讲他的作品了 因为这次虽然关他事 但是主角是EF这部作品的导演 亦都是新房的弟子 大沼心 以及动画制作公司Sharp 如果有看过这间公司的出品 都知道Sharp的动画一定离不开 新房超知那种一见难忘 在画面上演出的独特风格 而在Sharp的云云作品之中 本人认为EF 可以说是表现手法的极致之作 虽然现在新房超知这个名字 几乎已经成为动画出现这种剪接效果的代名词 但其实也不是单单新房一个人的功劳 特别是今次说的EF的导演是大沼心 新房超知只是负责监修的工作 虽然大沼心都非常受到新房超知的影响 但在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他个人的风格和味道 换句话说 新房其实给了很大的自由度Sharp的创作者 他大胆地发挥 先建立到今时今日与别不同的Sharp 好了,回归正转 EF 为什么会是本人认为表现手法的极致呢? 首先就是色彩运用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套作品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正常的色调 而它的用色 是真的可以丰富到画面上的资讯 和带出角色的心理 例如很多场面都会用强烈的对比色 好像红黑的分开画面 令到画面可以显示出 即使处于一个小的空间 都可以制造到一种距离感 是两个角色的心灵的距离 而戴照心亦都很喜欢利用全粉色的画面 带出轻松的感觉 这一招往后几套戴照心执道的作品都经常会看到 而它亦都会利用全黑白灰的画面制造严肃的气氛 更加有试过透过黑白和彩色的转换 来带出角色的心理转变 用色的大胆可以坏十分之少见 颜色之外 背景的运用都是相当值得留意的 除了shaft 微十足的黑白平面背景之外 这套作品亦都有不少有意思的背景运用 好像用墓地去表示角色的心已经死了 又或者利用分叉路表示角色迷茫 用面具去表示角色掩饰真心画 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令观众可以透过画面 得到更多有关角色心理的资讯 而在镜头运用方面 EF 经常都会运用极端的软镜和极端的近镜 好像第一季经常出现的车站 这个位经常刻意运用超软镜 本人认为这种手法除了省钱之外 可以为整个情景带来一种画面上的宁静 虽然人们不停在说话 但你会觉得很宁静 因为他营造了一个全世界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浪漫气氛 讲演员不喜欢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很闷 而近镜的特写比较多是用在人类的小动作上 以补充资讯 好像火村的斩眼一样 因为设定上火村说大话就会斩眼 所以观众透过特写就知道他什么时候在说大话 这一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当去到最后他和邱子告别的一幕 再次回收这个伏笔 就成为了感情的爆发点 可以带动起观众的情绪 而最后就是作品很多时候都会利用重复的对白 以及放大量的文字在画面 这种手法比较多是用在角色的内心独白 不断在画面上出现的文字 配合角色重复的对白 可以形象化角色的心境 表现角色绝望的情绪 在画面上带给观众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 配合剧情将气氛推到极致 说回本人说过 这一套作品的原作是Minole出的一款Gail Game 而相信大家都知道 原作EF两部曲的OP动画部分 是由大名鼎鼎的新海城拍的 新海城当时的才能已经为不少人带来的震撼 而新海城在成名作《秒速5厘米》里面 亦都用来着Minole的御用配乐家天门 来做电影的配乐 当然EF出色的音乐都是出自天门的手笔 所以某程度来说 Minole的确为新海城的成功提供了少少帮助 但是一间这么传奇的公司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是倒了啊! Minole在2019年2月28号 正式宣布停止所有游戏开发业务 团队解散 意味着这间公司正式结业 新海城和天门等人都有在推特发文悼念 Minole失败的原因还说纷纷 但是关于这间公司的经历不是今次的重点 所以本人不会说太多了 一来就是因为比较长 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 二来就是本人都不想在这个节目中 触及太多脱离动画的议题 今次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很简单 其实就是本人私心想悼念一下这间全企公司 而第二 亦都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Minole在结业通知那里说的 关于结业的原因 全民总共有四点 而本人只会说第二点 就是说到这间公司做不到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发现自己想做的作品 和大众想要的东西已经出现了分歧 再强行玩下去都没意思 虽然一直都有支持者 支持他们出自己想出的东西 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声音要求他们出什么出什么 而由于Minole 他们认为自己没办法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所以就唯有收山了 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明明本人想说什么呢 虽然这段话不可以代表所有的创作者 但是本人认为自己很明白他们所说的东西 身为一个创作者 要平衡自己创作的兴趣和观众的要求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要面对21世纪 大家对创作者这么有要求 这么少古内时代的观众就更加辛苦了 有部分创作者可能会迎合观众口味越走越远 也有创作者会像Minole那样收山不做 本人不是要说谁是谁非 观众对创作者有要求是很正常的事 而创作者面对这个情况要取死 也不是第一天出现这个问题 本人只是想吐苦水 希望现在的观众多一分体量 多一分欣赏 曾经有观众不认同本人的影片所说的东西 没问题 但是本人经常都强调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没有一个绝对 而且统一的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用排斥意见的方法 而不是以利服人呢 很多时候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 已经会有不同的答案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黑和白 yes和no 也曾经有观众表示本人的影片 讲话不得详细 但是究竟想要讲到多详细 或者想对哪一方面知多点呢 没有人回答过本人 要知道我们出片 不可能每次都将百科传书读一次给大家听 我们可以做的事只是做引子 希望令大家对某一方面提起兴趣 自己去学习 或者提出意见和大家讨论 看到这里 当然大家觉得以上讲的东西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有一天出现了跟你相反意见的言论 大家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冷静呢 本人想再次重新强调 并不是想怪责观众逼死创作者 而是希望大家不要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当一个创作者为了迎合大众而放弃自己的风格 那这个 是不是你本身支持这个创作者的原因呢 你想得到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所以说这条片其实最大的原因 都是出自本人想悼念Milary的思心 而其次就是想借这次回应一下部份观众的提问 所以刚才说的什么仁义上学啊 什么心理学啊 全部都是垃圾废话来的 看动画就看动画咯 说这么多九五大八的东西干什么呢 不要再听你的废话 你不要做 对啊 所以本人什么都不懂的 所以本人以后都不会再出这么浪费时间 浪费心机 但是没人看没钱收的垃圾片的了 不要再搞我了 其实本人一向都希望做事可以轻轻松松 不用这么认真 所以如果本人这次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心思 最后出来的程式都答不到自己预期 甚至是部份观众的期望的话 本人就决定和上面我说过的Milary这间公司一样 以后真是求求其其 嘻嘻哈哈就算了 就这样吧 今集的内容就是这样 今次我都知道 这些烫片没人烫的了 笑片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bye